微跡會叫做什麼?這叫什麼? Chanlu嘛 連鎖律對不對? 有學過嗎?對不對? 這個剛剛已經算完了嘛對不對? 剛剛上一題已經算完了嘛 你只要算這個就可以了嘛對不對? 好,partial r,partial x是什麼? 剛剛的r相當於什麼? 根號的x²加上y²加上z²嘛對不對? 你把它對x為1分 就相當於什麼? 我先把這個寫成這樣子 x²加上y²加上z²的2分之1次方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微分會算吧? 是不是2分之1對不對? 拿下來嘛對不對? x²加上y²加上z²的 變成-2分之1次方了嘛對不對? 然後呢? 在對裡頭x微分嘛 變成什麼?2x嘛對不對? 是不是?對不對? 2分之1跟2消掉 就剩下x跟這個嘛對不對? 那x跟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r嘛 r分之x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最後等於什麼? r分之x嘛 所以呢 把剛剛的式子 再放上r分之x 就是你的答案啦 所以你看這裡 本來剛剛前面先算出的 這個partial b partial r 是r0分之kq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東西 我用圈路 partial r partial x 等於什麼? r分之x乘上去 就是我們的答案了 那你不要傻傻 把他 現在根本來把它變成這樣子 然後呢 下面平方對不對? 上圍下不圍 減下圍上不圍嘛 那你就算到死了 對不對? 請善用圈路 善用圈路就搞定了 好 有沒有問題? 所以沿了x方向 又沿著鏡向r方向 是不一樣的喔 請不要小心喔 可以啦 可以喔 好 好 那接下來再繼續看 來看這個 假設我今天空間中有的電 它這個連續分布 要怎麼去做一些電位的計算 那想當好 看到連續分布呢 問題就來了 就是積分啦 剛剛是微分對不對 現在就是在積分啦 所以呢 你們可以想像到 你後面你的電子鞋 就一堆微積分啦 所以微積分 第一步死了 後面就會一錯再錯對不對 這個控制不住 那我們來看 假設我們今天這個 有一個物質是這樣的 那在空間中的P點 假設這裡都有電核分布啦 空間中這個P點 受到它產生的電位的影響 當然是裡頭每一個點 對它的電位的相加 所以我們可以選 V等於SY的RI KQI 因為每個點的電核不一樣大小 可能有大有小 那假設今天是一個 連續電核分布 如果每個電核呢 它的這個電核單位 可以寫DQ的話 那我們的底B就可以寫R分之KDQ 所以呢 B可以寫R分之K乘上積分的R分之KDQ K乘上R分之DQ K乘上R分之DQ 這個DQ除以R的積分啦 講錯了 我們這個點是射無雄遠處 等於為了是0 那這是一個連續電核 對空中某個P點 它的這個電位的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呢 又基於什麼呢 今天我們又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 VB-VA 假設VA 等一下會假設無雄遠處 那它又可以寫成 由AG到B的E構成DX 那這個E呢 是我們前面可能用高斯定律 知道的什麼 這個電 這個電場大小 那由這個方式呢 由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來得到什麼呢 這個ΔV 假設我們去包這一圈 跟包小一點的這一圈 那這兩點之間的這個 位置差 位置差 就可以用高斯定律 去得到它的電位 電場 那到電場之後 再放到這個積分裡頭 就可以去算什麼呢 算它電位差 所以高斯定律 在這裡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計算 好 那當然在這種例子裡頭 你可以設任何一個點 無窮 基本上我們會設無窮遠處 位能為0 那你還是可以正義去設 來給叫做位能0 以題目好算為主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 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們在前面也看過了 對不對 但是這裡頭 我們要算的是電位 好啦 講說今天一個非導體盤 上面有均勻的這個電荷 在這上面 對不對 那這個面電的密度呢 等於sigma c除以m平方 m平方是面積嘛 c是庫輪嘛 對不對 每平方公尺 有sigma 這麼多庫輪的這個電荷 這叫面電的密度 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要你去算 沿著這個軸向往上拉 距離是什麼 距離是歪處 它的什麼 電位是多少 好 這個題目在前面 我們算電場的時候 做過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電位會不會做 電位會不會做 啊 又是積分 對不對 我現在有點好奇 你們積分現在上到哪邊了 你們現在積分在上什麼 這一次考試考到哪 考到什麼樣的積分 最後 啊 最後上到哪邊 分佈積分 分佈積分 VDVU等於UV-VDU 對不對 多項式的什麼 多項式的什麼 多項式的積分 上到這邊而已喔 分次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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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上過了啦 所以166也會算 對不對 弄也會算 OK 那那還好 弄會算吧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弄喔 知道弄是什麼 知道什麼是弄嗎 先問一下 現在一定要問清楚你們的先輩知識 你之前有的知識是什麼 所以知道exponential吧 這個知道了對不對 這2.71828 對不對 那long呢 什麼是lock 是lock 以exponential為底的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這個知道吧 知道吧 知道吧 知道exponential怎麼來的嗎 上課有教嗎 知道exponential怎麼來的嗎 不知道 exponential來源很有趣 你們不知道嗎 exponential的定義是limit 1加上n分之1的n四方 n趨近無窮大 對不對 這10%有定義嘛 對不對 知道它怎麼來的嗎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們知道分期付款這件事情吧 知道嗎 分期付款嘛 假設今年分期付款不是你買這個 這個不用 比如說你借錢好了 你借100萬 他說年利率是12%好了 但是你選擇月付的話 那你每個月要繳多少錢 繳多少利息 年利率12% 那現在你選擇是月付 每個月月付對不對 那你一個月要繳多少利息錢 1%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一分之1有限量 就是由這個東西來的 那今天我選日付呢 比如說月付的話對不對 月付的話這個地方 就是n四十二嘛對不對 那月付的話就變成365 日付就變成365嘛對不對 那用秒付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也可以秒付啊對不對 86400嘛 86400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人就問一個問題啊 假設我今天 我跟你收利息 我收利息的方式 是那個秒數 是無窮小的話 就是exponential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收利息 去講這個上限 那個值就是 我利息可以收到 最高的那個上限嘛 對不對 上限是多少 2.71828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表示什麼意思 我今天建100萬 我付了一年之後呢 因為我是用那個秒是屈近無窮小去付的嘛 對不對 我等於一年要付278萬嘛 271萬8千281塊嘛 對不對 每年要付這麼多嘛 假設我今天收利息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告訴你說你付款分期越多 越不划算嘛對不對 但是不划算的極致是多少 2.7倍嘛 是不是 知道嗎 以什麽是這樣子來的啊 有些異想天開嘛 對不對 我不要收高利貸 我就收這種就好啦 一年可以賺2.7倍超讚的耶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以什麽怎麼來的嗎 對不對 那其實還蠻有趣的嘛 我不是要講這個故事啦 但是讓你們知道一下也不錯啦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不然誰會這麽無聊 怎麽會1加N分之1然後去N次方 對不對 數學家都是寫寫沒事做是不是 不是的啦 好啦 所以整體分析講一下 怕你們都知道 好回到我們的題目 這個題目還記得怎麽做嗎 還記得怎麽做嗎 我們今天呢 做這個題目呢 我很快的回覆一下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等一下喔 小陳這個樣子 好 這個題目我們回想一下 這個點啊 到盤的距離 對不對 假設是R的話 那在盤上這一圈 他的距離都是R嘛 對不對 還記得嗎 盤上這一圈距離 跟他的距離都是R嘛 對不對 那這個距離都是R 表示我貢獻出來的 電廠 以前講電廠 現在講電位嘛 對不對 都會是一樣大 所以這一圈都會一樣大 所以這一圈都會一樣大 所以這一圈貢獻出來的 電位應該是多少呢 應該是R分是K 底Q 對不對 底Q 有多少呢 這一圈 這一圈的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X嘛 對不對 所以呢這一圈的長度是2πX嘛 是不是 然後呢這一圈 假設我們今天 因為他要有電和密度 他要有一點點厚度 厚度就是這個寬度 就是底X 所以2πX 底X就是這個環的面積 2πX是圓圓 圓周半徑 對不對 底X呢是它的厚度 所以周長 這要厚度是它的面積嘛 對不對 所以整個上面有的電和 是多少 是不是Sigma乘上2πX 底X 就是我的什麼 這一圈的電和數嘛 對不對 這一圈的電和數嘛 好 那這一圈電和給他的這個電廠呢 左邊的沿X方向 右邊的沿X方向都會消掉嘛 我只這樣沿著Y方向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真正有效的這個電和方向是什麼 之前的電廠是要cosθ 但是這裡不要忘記 我們在講電位 電位就直接疊加喔 你就不用算cosθ了喔 這跟前面是不一樣的喔 電位是直接疊加上去的 所以呢 我這一點所得到的電廠大小是多少呢 我的距離是什麼 X平方加Y平方開掉到 就是R嘛 對不對 這距離叫R嘛 對不對 那這裡頭呢 我的這個 這個電和數 電和的大小是k乘上什麼 2πX底X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讓起來喔 因為基本這邊比較快 來 今天呢 我們的電位R分之k 就是dq 那dq呢 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我的面積乘上我的面電和密度 的面積 那sigma呢 是什麼 面電和密度 好啦 就會等於什麼呢 A是什麼呢 2πX底X 這是我的面積 面電的密度是sigma 對不對 因此呢 然後R 我沒有知道什麼 R等於根號的 x平方 加上y平方 那因此呢 我的電位 db 就可以寫什麼呢 根號的x平方加上y平方的k乘上sigma 再乘上2πX底X 好 那你看 奇怪了 課本怎麼直接寫dx平方 跟它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爲 因爲 dx平方 是不是等於2xdx 對不對 這裡頭有一個2 有一個x 有一個dx 對不對 這三個湊起來 剛好是等於什麼 dx平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這4就變成什麼 根號的x平方加上y平方的什麼呢 它的順序是什麼 kSigmaπ kSigmaπ 然後呢 這三個合在一起變成什麼 dx平方 用dx平方的好數是什麼 因為裡頭是x平方嘛 比較好算嘛 對不對 我去做積分的時候 這裡頭比較好算嘛 對不對 你可以定x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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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平方 x平方 等於t 所以這整個4就變成什麼呢 你可以這樣 真號的t加上y平方 kSigmaπ 比t 對不對 這樣你就會計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基本就長這樣子 這比x平方其實就比t啦 這比t啦 一時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基本會等於什麼呢 這基本應該會計吧 對不對 kπ kSigmaπ 擠出去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2分之1次方 對不對 -2分之1次方 你把-2分之1拿下來變成1 減掉2分之1次方分之1 所以會等於2嘛 對不對 導數過來變成2 所以2π kSigma 那這個呢 本來是-2分之1 經過了加1跟1之後 就變成正2分之1 所以就寫在上面了 對不對 所以呢 2π kSigma 然後根號s平方加y平方 然後由0 寄到a 就等於這樣子 等於這樣子 好 那把a帶進去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結果啦 第一個 a帶進去一個是a平方加1平方 對不對 0帶進去呢 這邊是0 這邊y平方開根號就是y 所以就覺得到這個值 這就是我電場的這個值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講說有電位的值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電位跟電場差異差很多啊 這裡我完全不需要算side跟cos 我就把它加上去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比這個好算很多啦 ok 好 再來 那這題要問什麼呢 這題說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球 一個半徑為r的這個均勻的這個球 那有一個半徑為r的球 那電盒呢 是均勻分布在它的表面上 那這球的半徑呢 是r 那要去求什麼東西呢 求這個電位在r 距離大於這個半徑的時候呢 它的電位是多少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這個會了齁 這個會了齁 我把它擦掉了齁 要說有顆球在這邊 球面上我帶有電盒 總電盒帶有一個q 那這球的半徑叫做r 我要問的是 他問的是什麼呢 在距離r處 我所感受到的電位是多少 我的b是多少 要求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用高斯定律做啦 你也可以用這個積分做啦 你也可以用這個積分做啦 高斯定律怎麼做 高斯定律 我們知道 你這個畫一個 距離一個半圈叫做r 對不對 包住多少電呢 包住一個q嘛 對不對 就一種分是q嘛 對不對 r處於四拍 四拍小r嘛 對不對 就是會是你的電場 對不對 那 知道這個電場之後呢 再來我們又知道什麼 v等於負的e-dot-s嘛 對不對 你可以寫 e-dot-r嘛 e-dot-r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把他對r 怎麼樣 你只要乘上一個r嘛 對不對 就可以到變位了嘛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用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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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本出來呢 就等於負的 kq的r分之1 那無窮大四為0的話 就bq寫的r分之kq 這樣做也ok 這樣做也ok 好 那基本上呢 我們的這電位能呢 只跟什麼有關 你距離多r有關 r有多遠有多有關 你可以近一點 你也可以遠一點 像這個r那麼大 都ok 好 那 再來呢 再來呢 這一題呢 又跟剛剛那題有點不一樣 這一題是什麼 假設我今天有個金屬球 那金屬球上面有個帶電的q 那金屬球你可以想像到 金屬球管他實行空音 反正電盒一定在最表面 對不對 所以q一定在這個最外面 q一定在這個最外面 好啦 那這個q在最外面的時候 他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說這樣子的話呢 他的電位能有多少 什麼意思呢 你想想看嘛 你現在這裡頭 假設一個 你把遠處放一個小電盒 放在這個上面 放一個dq在這個上面 放一個q在這個上面 它不需要能量 但是你把第二個小dq 放進去的時候 就需要能量喔 對不對 你越來越多越多 放到最後整個電盒 加起來是q的時候 他總能需要多少能量 就有點像剛剛那一題 剛剛有一題不是 一個三角形嗎 對不對 剛剛有一題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他這三個電盒 他所需要的總能量是多少 對不對 我們現在算這個算法一模一樣 只是他改成七分形式 所以呢 我們所需要的能量有多少呢 他所需要的能量是vdq 那這個v呢 來自於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呢 在某個距離 把一個電盒拿到這邊來的時候 某個距離 把一個小dq拿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因為本來上面就已經有 r分之kq的這個電位了 也就是說 這上面本來就有 小q這麼多電盒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頭的電位是 r分之k小q 但是呢 從無雄遠處 放一個dq過來的時候 我所需要的能量就是r分之kqdq 那我們現在要算的是 這樣子 整個把它放滿 放到變成大q的時候呢 需要花多少能量 所以呢 我的功能就等於 其實積分由零基到大q r分之kqdq 去把它做積分 那這個積分呢 因為r是-1嘛 對不對 然後下面去就變2r 分之k大q平方 所以呢 我們所需要的電位呢 電位等於是2r分之kq平方 那是相當於什麼呢 你看喔 我的這個能量是2r分之kq u等於2r分之k平方 它其實相當於什麼 2分之1q 然後呢 r分之kq 對不對 其實相當於什麼呢 2分之1q 這是什麼 這次他提供的電位 就是2分之1qv 這在我們後面講電容的時候 就會用到 所以我需要的能量 相當於2分之1qv 這就是現場所需要的功 把一個金屬的這個球 充滿了電荷 充到大q這麼多 好OK 那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下課 對 谢谢观看